2012年有一部德国和芬兰合拍的科幻电影 叫《钢铁称穹》 这部电影的剧情很有意思 说的是纳粹在战败前就已经发展出了登月的技术 他们在月球的背面建造了一个名为黑色太阳的军事基地 战败后纳粹的大批精英就逃亡到了月球 在那里研发并组建以碟型飞行器为主战部队的太空军 然后司机反攻地球 我估计大多数人听到这个剧情都会觉得挺扯的 这部电影本身拍的也是那种荒诞喜剧的风格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这部电影的剧情并非导演和编剧无中生有的幻想 而是有着背景和原型的 实际上在民间就一直流传着有关纳粹登月的传说 当然这个传闻的版本很多很多 大体一致的描述是这样的 二战时的纳粹德国为了以备万一战争失败 要把纳粹流亡政府迁往月球 而且他们还表明20世纪30年代 曾有不明飞行物坠落在德国境内 并且他们吸收了很多的外星先进科技 而纳粹德国很可能同外星人达成了某项约定 获得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 从1939年9月二战爆发起 纳粹的科研人员就在森林密集的塞尔兰地区 建起了登月基地 并且是培训宇航员 到了1942年 纳粹德国就利用米斯和施里佛系列的外大气层叠形飞行器 开始了他们的登月行动 这个米斯叠形飞行器直径15到50米 施里佛沃尔特型号的涡轮动力飞行器 则大了许多 直径可以达到60米 那么在这些传说中 有一个听上去最有鼻子有眼的说法 据说有一位旅居美国的保加利亚籍科学家 叫做弗拉基米尔特里茨斯基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经过几十年的调查 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 他们断言 纳粹德国在1942年就登上了月球 随后在月球上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纳粹基地 并且还说 月球背面有一个具有大气层水和植物的特殊世界 它被一层透明的穹顶物质这么扣着 这个听着就有点像美具穹顶之下的设定 大家如果用弗拉基米尔特里茨斯基这个名字 作为关键字去网上搜索的话 可以搜出来一大堆的结果 这些结果都是有关所谓的研究成果的 但是有趣的是 你会看到不管是2010年发的文章 还是2018年发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第一句话总是这么写的 最近旅居美国的保加利亚裔科学家 时间在这些传闻中都被定格了 都是最近 那是不是像集了朋友圈中的那些什么 就在刚刚啊 终于出手啊 国人哗然啊 这样的标题的 这些标题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一般的总是会模糊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 这些呢 就是假新闻的常见特点 这个也不难理解 因为一给具体了就很容易被查证了 对吧 实际上根据我的考证啊 这个新闻最早是出自2010年第三期的一本 叫飞碟探索的杂志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本杂志 文章标题是 纳粹德国的秘密登月和登陆火星行动 这本杂志啊 是声明很差的 一直被广大科普媒体呢 定性为伪科学杂志 这个飞碟探索这本杂志的背景呢 我就不多说了 那这上面的文章呢 其实都是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的 而传说中的主角弗拉基米亚特里茨斯基 也在英文授说引擎中 查无此人 这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原创的故事 说实话 如果单单从虚构故事的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还真的是编的挺好的 有鼻子有眼的 否则呢 也不会流传至今长盛不衰了 不过呢 可能会令你感到意外的是啊 在这个传说中 有一项并不是完全的互编乱造 而有可能是事实 请注意啊 我只是说有可能 那就是德国在二战期间 真的有可能在研制 是碟型飞行器 准确的说呢 是圆盘型的一种飞行器 美国著名的探索频道 Discovery 在2008年上映过一部纪录片 叫做纳粹飞碟阴谋 制作公司呢 是Flashback Television 而我国的中央十套科教频道的 探索发现栏目呢 也播出过一部纪录片 就叫做纳粹的飞碟 这两部纪录片呢 都罗列了很多传闻和间接证据 来说明 纳粹研制碟型飞行器这件事情 并不是出自某一个人的胡编乱造 而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 这些纪录片 还都不能算作为证据 或者说 他们的证明效率 其实呢 是非常弱的 并且在纪录片中 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利的直接证据 那些看上去 以假乱真的飞行器的录像资料 实际上呢 都是由现代人拍的 并不是原始档案 不过这些碟型飞行器的影像资料 倒是非常好的证实了一点 就是圆盘型的飞行器 并不适合在大气中飞行 这是因为根据空气动力学呢 要想在大气中 获得一种灵活的机动性能 那么最佳的结构呢 应该是有益的结构 也就是带翅膀的这种结构 这个每次啊 我说明这个观点的时候呢 总是会有一些 不太关心具体科学知识 只喜欢哲学思辨的人 就会反驳说啊 你怎么知道 空气动力学就一定是对的呢 难道未来就不会有更好的理论 来设计一个 超过现有飞机机动性的 碟型飞行器吗 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就等价于啊 你怎么知道 圆形的汽车轮子就是最好的 三角形的 正方形的 梨形的 菠萝形的 世界上的形状千千万 那我们如果都没有试过 怎么知道 圆形的是最好的呢 我只想说啊 当你对物理学了解的越多 你就会越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但是啊 如果你只醉心于哲学思辨 而不愿意去学习具体的物理学知识 那么我觉得啊 我无论怎么给你解释 也都是没有用的 而且我这期节目呢 也不是一堂物理课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展开讲 我除了劝你啊 多学习一些物理学知识之外呢 我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好 那接下去我们继续谈纳粹飞碟 在某一个不容易看到的百科上 也有纳粹飞碟这么一个词条 总体观点呢 是这样的 然而目前所有的传说内容 并无可信证据证明曾经存在过 也没有任何国家官方证实 科学界较为可能的推测呢 是曾有盟军人员 看到过纳粹研发机构中 有一些圆形的零件 而又被告知与飞行实验有关 其实可能是类似直升机研发计划的产物 经过大量穿着附会 而成为飞碟的传说 我个人啊 对这个某百科上的观点呢 还是比较认同的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关键词呢 有两个 一个是月球背面 另外一个是飞碟 而这两个词啊 恰恰都是谣言的重灾区 关于飞碟的传说 那当然是不必多说了啊 而月球背面也是几百年来 让人们充满遐想的地方 由于地球的潮汐锁定效应啊 使得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刚好相同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在地球上就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了 准确的说呢 就是对着地球的这一面了 于是那些你知道存在 但又永远无法看见的地方 自然就是放飞想象力的最佳场所了 我们在网上可以搜索到一本书叫 月球的背面是外星人的基地 这本书是想告诉我们在月球的背面 隐藏着外星人的基地 当然这是一种传说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说霍金曾经通过BBC发出过警告 他说人类千万不要登陆月球的阴暗面 因为那里有外星人的基地 看过我那么多节目的你啊 一定已经猜到 不但霍金没有说过这句话 这也不是BBC发出的新闻 那么这条消息怎么与BBC扯藏关系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像一切劣质造谣信息的背后 一定会有一个不良的自媒体人一样 而发出这条消息的自媒体号 就叫做BBC全球探秘资讯 这个名称就很像金庸巨柱和古龙明柱 这个作者的笔名叫做金庸巨和古龙明 把它连起来就是金庸巨柱和古龙明柱 如果霍金在天有灵的话 我不知道他会如何看待 深厚的这些利用他的名而造谣的人 月球的背面是不是真的有可能隐藏着什么基地呢 这个问题如果放到50年前 或许还可以是一个无法证伪的命题 但是呢 从1959年苏联发射的月球三号开始 月球的背面就早就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 迄今为止啊 全世界各个国家发射过的月球探测器 而且造访过月球背面的都已经超过100颗了 我们已经对月球表面进行了彻底的扫描 而我国的嫦娥四号更是实现了月球背面的软着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在谷歌地球中切换到月球 观看月球表面的每一寸土地 有一些阴谋论爱好者呢 就坚信全世界所有的航天部门 都共同保守了月球背面的某个秘密 那如果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信念的话 任何反正对他们而言都是多余的 因为阴谋论啊 可以化解一切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事情 经常看我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所倡导的态度是 只相信那些有明确证据支持的事情 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暂时不相信 等到有了证据我们再改变也不迟嘛 这种态度不能保证我们一直正确 但是呢 却是一种风险最小的做法 防火墙啊 有两种策略 一种呢 是默认开启所有的通道 发现一种威胁 我们就关闭一个通道 而另一种策略呢 则是默认关闭所有的通道 确认安全一个 我们开启一个通道 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具备理性思考的人 往往呢 采取的是后一种 最高的安全策略 只放那些有明确证据支撑的事情 进到我们的脑子里 而其他的嘛 可以暂时先放在外边凉快一下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节目 咱们下一期呢 再来聊一个 有点类似的话题 叫《水晶头骨之谜》 好 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可以买我这本书 《魏杰的宇宙》自己来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